如果有一天我離開這個電視台 今天沒有抱資格 有一天我離開 我拿著三樣東西 其中一樣可以 一個就是朋友 一個就是名氣 一個就是錢 我不知道哪一樣 我一定會拿著一樣東西離開 然後我離開了電視台 去華仔那裡 我離開了電視尾 那我心想 我都離開了幾年小生 什麼電視尾 你也是聶英 你問楊哥 你問阿金 那一定有些咬氣 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已經順利舉行完畢 那海外的朋友 如果想重溫頒獎典禮的內容 又或者想收看 第後級明星的訪問的話 就立即下載 opensky.tv的應用程式吧